我一向怕中文的主日崇拜 主要是因為我很怕要唱或聽中文的詩歌 有兩個原因 首先,中文的主日崇拜非常沉迷於唱生命聖詩的歌 但那些歌都不是被人唱的 有些音是高到不是人類極限可以發揮出來的 不是唱歌劇一定不能唱上去 例如李真偉大、李的信實廣大 每次唱完會友好像快要雲歸天國 我覺得如果音是全部唱對的話 最高應該有幾個音階人類是聽不到的 要直狗、蝙蝠才會聽到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歌詞 中文詩的歌詞 很多時候他本身是英文歌詞 他就隨便把類似的中文翻譯 都折述下去 有點像以前我們回小學 把流行曲折述粗口字 不管是否適合音 隨便唱就算了 所以主耶穌就變成豬耶穌 豬上帝 上豬 上豬偉大 所以牧師也不能怪會友 聽到的人在想喝茶 包括我在內 唱完詩歌 人們開始說到 就開始想 叉燒飯 豬紅粥 豬大腸 那些東西 已經進入了被豬 催眠的狀態 不僅僅是生命聖詩 有很多新派的中文詩歌 也有些很奇怪的歌詞 例如今天我想說的一首歌 叫做《張心給我》 我剛開始回教會的時候 這首歌也挺熱的 先聽幾句吧 如果我有無限智慧 我甘起主腳下 假若我有財物滿顧 我交給主手中 我願這生獻情為你 願明白你心意 不容獻我 財物智慧 將心給我 這首歌聽起來也挺好的 歌詞 由《假若我有無限智慧 我甘起主腳下》 但是我們是負責任 理性的基督徒 所以會細心地看看 歌詞到底在說什麼 到時我們就會發現 這首其實是一首敵基督的歌 非常邪惡 先來第一句 我甘願 拋棄在主耶穌的腳下 即是假若 但是你沒有 我沒有 那就沒有東西要棄於主的腳下 這句一樣 假若我有財物滿貫 我交給主手中 這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 有個男生對女生說 假若我中了六四九 我就馬上娶你 那你這輩子都不用娶了 對不對 老實說 很多基督徒都說自己沒有財物滿貫 對不對 誰會這麼說 即是他們什麼都不需要交給主的手中 下一句 我願這生 獻情為你 願明白你心意 這句聽起來就OK 但是你細心看 他用了願這句字 心願情願 我願意 但是 有時候我們需要區分 基督徒經常說 心靈願意 但是肉體軟弱 我願意就不代表他會這樣做 我願意什麼什麼 但是到頭來不會這樣做 我願意這一生獻情為你 但是我不一定會這樣做 我願意明白你的心意 但是不代表我真的明白 好像那些人結婚也經常說 你願不願意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到死世相隨 那些 上刀山落油鑊 每個人都說願意 隔幾年不就是離婚 所以願意和真的做 是兩回事 到最後一句 不容獻我 財物智慧 將心給我 這句聽起來 就真的沒有問題 如果 你read it out of context 但是我們基督徒 最習慣看聖經 我們看什麼 都要看上文下理 就是華人教會 經常說 以經解經 我們現在就是 以歌解歌 我們看看 什麼是 不用獻我 那我到底是誰呢 是不是真的是我呢 究竟是誰在說話呢 如果我們看看第一句 假若我有無限智慧 那我 在說的我 就是那些在唱歌的人 是不是 因為上帝本身 是有無限智慧 為什麼要假若呢 講到假若 就是我們 人類 所以這首歌裡面 我 是代表人類 代表那些信徒 所以現在在說 依然是信徒 是跟上帝在說話 這裏 不用獻我財物智慧 將心給我 就是一個信徒 跟上帝說 主啊 你不需要獻我財物智慧 你給我一個心 就行了 這是一個多麼大貪的基督徒 是一個多麼邪惡的基督徒 竟然跟上帝說這些話 你說是不是離譜 所以說 我鼓勵基督教會 BAN這首歌 以後誰唱呢 就踢他出教會 把他當作敵基督 把他當作陸陸陸陸陸 就對了 好了 遲下再說